再來關心南美國家秘魯的動亂 持續延收 前總統卡斯蒂約 上個星期被法官下令拘留7天 本來是在14號到期 他還號召支持者要來迎接他 沒有想到檢察官臨時申請 再羈押18個月 國防部同時下令全國進入緊急狀態30天 禁止集會遊行 而民眾的怒火頓時被點燃 在街頭跟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因非法解散國會 遭法官下令 關押7天的秘魯前總統卡斯蒂約 原本星期三渴望獲釋 他在上訴出審聽證時 向群眾喊話前來相迎 沒想到事與願違 檢方前一天深夜大動作申請 再將他羈押18個月 國防部更拋出殺手箭 下令全國進入緊急狀態30天 禁止群眾集會遊行 這些措施進一步激發群眾怒火 抗議民眾在立馬街頭 和警方爆發推擠衝突 還有人闖進東南部大城 狐狸雅卡這處機場 試圖推倒圍離 警方發射催淚瓦斯伺候 場面相當火爆 這波抗爭一週來 已經導致欺人喪命 新總統波魯阿爾特 為了平息動亂局面 再度讓步 宣稱大選可以提前到2023年12月 不過抗議民眾並不領情 堅持要求立刻釋放卡斯蒂約 提早舉行大選 而抗議群眾在全國各地設置路障抗爭 也嚴重衝擊交通運輸 這位被卡在南部公路上 運送芒果的卡車司機 擠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密魯最高法院將在週四就是否延長 積壓卡斯蒂約一案進行審理 結果如何也將牽動密入情勢的發展 故事新聞在惠民編一